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没有变化 中方的有关表态符合中方一贯坚持的 推动对话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立场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 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直决定自身的立场 主张各国都要通过联合国的 宪章的终止和原则和平的解决国际争端 那么个别人指责中方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 违背了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这要么是别有用心 要么就是故意的歪曲或者误解 那么凡事都要讲道理 凡事也都有因果关系 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 局势演变至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要想正确客观的认识 并且寻求理性和平的解决方案 有必要了解乌克兰问题的来龙去脉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妥善的解决彼此的合理的安全关切 一些国家应该想一想 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 五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并且部署大量先进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 在当前形势下 我们认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 并没有完全的关上 我们希望有关的当事方保持冷静和理性 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通过谈判 和平的解决有关的问题 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我们欢迎并且鼓励一切致力于推动外交解决的努力